菱角硝捕食到老鼠停留在漆架上 多次被自动相机拍下 皮诺科技大学野生动物保育研究所鸟类生态研究室 为了推广猛禽生物防治法 与高树香善导书院隔座 在空旷凤梨田间竖起两座六米高的猛禽漆架 记录到了猛禽除了常见的小型猫头鹰 菱角硝及黑翅鸳外 森林性的凤头苍蝇也经常出现捕捉田间的老鼠 它的原理就是在一个空旷田区里面 我们用竹竿弄一个制高点 这样那就有机会可以吸引猛禽 或者是一些食虫鸟进到这个田区里面 来站立来停漆停留 那就有机会可以在这个田区里面帮忙抓老鼠 善导书院是结合社福 课后陪伴孩子的慈善单位 附设农场和食品加工厂 可让孩子习得一技之长 农场内的凤梨田采用友善耕作 不使用农药 但难免会有病虫鼠害问题 去年平科大鸟类生态研究室 协助设立七架后 善导书院的师生都发现 的确有效降低鼠害 即使现在凤梨已采收完 还是常见鸟类停留在七架上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老鹰 对 然后我觉得它还蛮大的 有点可爱 其实我们刚开始 刚开始种凤梨的时候 非常多的鼠害 那也围挤到我们内部 那自从设了这个硬七架 其实我们发觉到这里的生态越来越 就是说居民越来越多 越来越繁荣 我们这里每天几乎都有老鹰在这里盘旋 那我们在七架里面看到 非常多的恋爱故事 它在做那些虫的一些 珍贵的画面 是每次看到就非常感动 鸟类生态研究室表示 七架的功能就像鸟类休息阵 设立的方法简单成本也低 就可获得自然界 提供免费的捕属捉虫服务 也可增加田间的鸟类多样性 顺利猛禽七架需注意 农田要空旷 七架离周边大树或电线杆 最好有50公尺以上的距离 猛禽造访的几率较高 不过猛禽并不会将田间老鼠完全消灭 而是达到一个平衡状态 但田间绝不能使用老鼠药 以免成为生态陷阱 猛禽七架它可以吸引猛禽 到田里面来帮忙抓老鼠 但是它不会把老鼠全部消灭掉 所以它大概就是保持一个生态平衡 平科大鸟类生态研究室表示 有了善导书院的成功经验 接下来在远雄人寿的支持下 也将在高树乡进行更多的猛禽七架 和友善农业的推广 有意愿的农友可透过 平科大鸟类生态研究室FB粉专咨询 希望有更多农友采生物防治法 进行田间管理 友善环境达到生态平衡 评论新闻张如荫有件荣采访报道 这就是10学校的文法 的定乡 就是